伟大母爱在把儿生一次 唤醒车祸贪儿 紧紧握着儿子的手 不时按摩搓柔 看到几乎成为植物人的儿子 现在能张开眼 坐在轮椅上 妈妈觉得再辛苦都值得了 两年前 他的儿子欧东户 因为车祸重创脑部 在澎湖进行开颅手术后 昏迷贪患 去年转到高荣台南分院 儿子昏迷期间 有时会张开眼 但却像植物人一样 毫无反应 妈妈寸步不离 照顾儿子 从患尿布洗澡 喂饭 全部假手他人 还不断在他耳边呼唤 就当成再生他一次 一样全心照顾 要他一起打拼 三个月后 儿子奇迹苏醒 他的运动神经和语言能力 受到影响 无法用言语表达 经过一年的复诫 已会认人 上个月突然会喊妈 妈妈听到后激动大哭 儿子右侧肢体还不能动 但意识已清醒 虽然附近的路还很长 但这个伟大的妈妈 绝不放开儿子的手 她要陪到儿子出院那天 东新闻 伟大的妈妈报导